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下個半局 巨人俊立刻轉開反攻 版本勇人先獲得了四塊寶宋 玩家浩瀚鋼本合尊 接連敲出安打 將戰局搬成1比1瓶手 現在這個監督 自己賽後也就非常厲害 這一球打得結實 版本勇人看起來還以顏色 來一次Solo紅布浪 這一個半局威脅善心 抓第一個球 打了一個反方向的飛球 也打得相當扎實 紅布浪 三局下 版本勇人一棒把比分超前 四局下老將歸井扇形 也把小白球扛出全壘打牆外 球隊再下一城 五局下巨人打線 又展開一輪猛攻 一共打了八個人字 並靠著串連安打 拉開雙方比數 而本場比賽 巨人投手連手壓制對方打線 全場只被敲出四隻安打 最終獨賣巨人就以6比1 擊敗亞樂的燕子 一點點鬆的巨人在傳異的陣面 接下來 麥安威把這個球帶他 左眼手 畢竹兄弟 中暢而平這個球 看起來受到燈光的影響 是沒有接到 4月16號 獨賣巨人在鹿兒島 迎戰廣島鯉魚 開局楊皓格瑞若 敲出四十安打 讓巨人取得一分領先 二局下巨人軍 趁著對方投手不穩 靠著兩次寶送 和兩隻安打 再添三分 雖然廣島在四局上 靠著全雷達和高飛騎身打 追回兩分 但打線後繼無力 沒有再攻下任何分數 這一球 打地人門接石頭 在中右外野方向 上槍了 七局下半 鋼本何真 先揮出一發陽春靠 接著 楊帶剛也敲出了 右外野方向的全雷達 本季守紅出爐 將比分擴大到了8比2 而投打巨佳的巨人軍 中場就以六分之差 贏得比賽 先發投手山口俊 也收下了本季第三勝